本县荣民服务处新任处长布达宣誓典礼 昨天在该处二楼礼堂举行 由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护主任委员李文忠主持 新任处长黄信仁宣誓就职正式走马上任 县长陈光复、马公市长黄建忠等来宾将近百人出席官礼 副主委李文忠介绍新任处长黄信仁先生 陆军官校78年班 历任牌、联、营长、参谋长、资源指挥部、指挥官 国防部后勤管理处处长 122年少将转任考试及格 学养俱佳、表现优异、接种其长才 调任本县荣民服务处处长 希望该处在黄处长的领导之下 更努力贯彻辅导会、服务照顾荣民荣卷政策 让本县的荣民荣卷感受到辅导会的服务热忱 我们知道农处长起来为了我们的农民 无论是就学、就医、就业、就养或是照顾服务 提供我们相当多的照顾我们农民或建筑相当多的服务 我们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我们恒武有将近五、六千位的农民跟农建 所以这数量也能占我们恒武的乡亲比例相当的多 加上五千多人都是占领十万期间的喷武居民的话 那我们比例超过20% 所以比例也蛮高的 那我们农无处、喷不喷不喷处长期的服务 我们表示感谢 大家那么隆重的就职典礼啊 之前没有通知要讲话所以我就简短的祝贺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农无处 我们在我们澳湖地区历任处长 对我们农民、农建的照顾都非常获得肯定 那我在这里 我也相信我们新三任的皇处长 以后还是会秉持着 只要有农民在那里 我们的服务就当了 是 好在这边代表马公市民 至上最高的经历 我想荣民弟兄 他之前就是个军人 不管什么阶级他退伍 他就变成了荣民 但是荣民在社会 他也有他的贡献 当然他在军中他的贡献 有些四年 有些八年 有些九年 有些十年 有些甚至更久 但是他成为荣民之后 我们有责任 把他后续的后半生照顾 特别是在旧学、旧业、旧医、旧养、服务照顾 还有退出给务这六大部分 就是我们荣服处的责任 责物旁贷 特别是高龄的 这些荣民伯伯们 可能九十几岁了 甚至一百岁了 有些孤苦无依 有些私能 这些都是我们重点 特别必须要照顾的这些荣民 那当然除了荣民之外 也有荣民的眷属 也有一眷 甚至刚刚李副主委所讲的 英工殉职 这些官兵 以后都是我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那我们希望说 在我们荣服处的服务之下 这些荣民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 从我刚刚讲的 就学啊 就业这些都可以得到一般的帮助 那我相信在帮助之下 在我们同屋县里面 他既也是县民 他也是荣民 双重身份 那我们在同屋县里 一起共同来照顾我们的荣民 这是我当处长之后 我最大的希望 也是我最大的责任 典礼之后 副主委李文中 与本县荣民服务处 新任处长黄信仁 职员工以及荣辛志工 举办座谈会 听取基层声音 倾听关怀 荣民服务处各项服务照顾 工作执行面的状况与建议 未来将提供荣民荣卷 更加完善而且深入的服务 记者王海龙报道